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大家好,我們是Brentia 我們是一個想要用開源的方式 來打造一個租屋的平台開源專案 我們在上一次的Taker中裡面已經有提案 然後那個時候是由Chloe 是Wakon 他主要是在做UX的第三個部分 然後我是DDIO 然後我主要是做專案管理間部分的程式開放 好,然後我今天先講一下我們大概這兩個月以來做的事情 然後接下來的話會再講我們今天想要做什麼事情 看需要什麼人 第一話是我們其實這兩個月 我們已經有最一開始的User Study之外 我們也開始用Pigma做比較細的Wireframe 然後目前正在工作中 這邊主要是由芭妮還有那個Taker 這邊來做的 然後再來是除了設計和程式開發之外 因為我們的資料主要是去拿590 也和其他主播網站平台資料來做一個 就是讓他的使用者經驗可以更流暢 所以我們這邊有 就是有找了程下來幫我們解決很多 就是不管是商業授權還是這種開發還是 比如說那個資料上面相關的問題 所以這部分大概 法務的部分也大概都已經解決了 然後再來是工程的部分的話 我們上禮拜有一次線上討論之後 現在確定我們的爬蟲還有後端的後端還有資料故事 也正要開工 那詳細的這些資訊都可以在我們專案的Echo上面看到 對 好那我們今天想要做什麼呢 那第一個的話我們請Kori來給介紹 就沒有意外的話 我等一下會在這邊繼續把我們的Wiretron完成 然後挑幾個關鍵的頁面 做比較高逆徵的介面的Prototype 然後找現場有租需求的人測試 然後有次知識就可以加入我們就是UIUS的人 好那除了設計之外 那另外一個我們 我們現在有想要來辦定期的聚會 那聚會因為我在想我們除了城市開發之外 我覺得Rentia有一個蠻有趣的事情 其實它應該是一個機會可以打造一個平台 是讓對租屋有興趣的 比如說你不管你是做城市做設計 還是你本來就是在做議題的人 其實是一個可以互相那個了解 和一個交流的平台 那所以這邊是想要追求 也想要跳根 或是想要對租屋有興趣的各個領域的人可以來 你今天如果有一個聚會 定期舉辦的話 你會想要在裡面有什麼樣的內容 或是怎麼樣的形式 那第三個是我們會做一點工程的部分 就是來畫我們爬蟲的流程圖 因為這個東西我們需要即時更新 所以可能做起來會有一些複雜 所以對軟體工程 或是你如果這個5911 或是爬蟲 這些東西有興趣的話 那可以來一起討論一下 對 然後好 最後那個簡單recad一下 我們今天想要找的人 所以就是UIUX 或者是你如果對我們小巨 有一些點子我想要來參加的 然後最後就是爬蟲的部分 可以一起拿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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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